欢迎收看今明天下 台湾的房价究竟有多高呢 我们看到近五年以来 在一千万以内总价 可以在行政区买到 一千万总价以内的这个房子 现在是再少了18个 而且就连一人小贤 在屏东看房 都被当地的高房价给下到了 但现在房价节节攀升 如果说手上有一笔钱的话 到底是要先买房 还是买股先存股来投资呢 南洋的这个报酬率 是相对比较高的 另外台积电总裁魏哲家 现在是完全掌舵了 那么接下来将会兼任总裁 以及董事长 新的接班梯队 现在也跟着曝光了 在过去我们说到 只要台积电到某个地方去设厂 就会带动当地的房价 那么现在也是如此吗 而另外影响房价的还有当地的公共建设 在今年公建的经费是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么有哪些概念股可以做留意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总经专家吴嘉隆 大家好 财因专家游廷浩 大家晚安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幸福 大家好 我要请教廷浩 台湾的房价呢 我们说高房价在双北呢 其实并不意外 但现在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是 一人小贤 他现在在屏东嘛 而且他去看房 竟然说这个高房价 连让他呢都真的下了一大跳 没错 这一次你可以观察到 大家会发现 尤其在过去几年 应该是在2020年 后疫情时代以后 全台湾的资产价格 几乎都翻了一轮 那基本上过去会认为说 市场的投资客 他永远都会以交通枢纽为原型 往外扩散 也就是说当地一定要有一些交通题材 要不然到处其实都有房地产 你总要有一个引爆点 所以通常是交通枢纽先涨过一轮 以及未来有可能的交通枢纽 涨过一轮 但是到现在 由于各个厂区 科学园区都在布建 即便那个地方 并没有明显的交通枢纽 只要未来有可能设厂 有可能有更多的科技新规 能够进驻的话 房地产价格也会炒作一轮 所以你看到这次一人小仙 就连到屏东 你发现 连一千万以下的房屋 基本上都很难再寻找 所以我们可以具体观察 几个迹象 第一个就是 到底从实证数字来看 是不是千万以下的房屋 是在快速的搜索当中 的确如此 如果你观察新北市 在19年 当时在千万 均价在千万以内的个数 大概有17个区域 到23年只剩下12个 减少了5个 像是五谷 三峡 汐止 树林 泰山 要么就是未来有轻轨 或者像有汐止捷运 要么就是我们看到 高总价瓦地总价 台北市买不起了 它一定会向外进行扩散 桃园是一样 本来有12个 现在只剩下8个了 你像是如租 桃园 巴德 整条街运线 也即将要快要通车了 新竹县市的部分就更扯了 你本来有10个 现在只剩下8个 宝山香 这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常常骑机车到宝山里面 清草湖里面去约会 那一片荒芜 全部都是农地 结果现在居然看到 三字头 四字头 也有点扯了 为什么呢 宝山二厂 台积电目前正在 新建当中 其他像是台中 以污日 高铁站 为原心向外扩散 台南的安南区 高雄 古山 任武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的确现在有高总价 往低总价 大量灌输 以及想象空间的成分存在 如果我们具体换算 如果是以所得中位数 到底年轻人要多久 才能够买得起房 如果是以台北市的部分 现在平均大楼的建估局 是2905万 这个是平均 从老的跟新屋 来做一个平均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如果是以核贷八成金额的话 你要缴2324万的房贷 建议月薪要多少 你要21万才买得起 你从内政部最新所公布 在去年三季度的房贷负担率 你会发现 基本上它会这样子视为 就是说如果它是高于三成 也就是你10万块的月薪 有3万块以上 都是拿来负担房贷的话 照内政部的认定 其实就有点不太健康了 你可以观察到 几乎大部分的县市都是如此 新北市是5成5 你全年赚100万 有55万都在付房贷 台北市是6成7 比较高 所以双北都是 负担能力等级都是过低的 没错 你其他看像桃园三成4 台中已经来到5成 台南是4成 你纵观整个台湾 发现全台湾几十个县市当中 只有三个县市 目前房贷负担率是低于三成 比较合理的 对 分别是嘉义 屏东和基隆 嘉义的部分 你看前阵子 还有一些台积电题材 最近的房贷负担率 已经上升到27% 预估今年有可能就会突破三成 没有意外的话 屏东 也就是小贤 现在关注的 现在来看的话 已经来到29.7倍 也就是说今年没有意外的话 它应该早就已经突破三成了 房价已经有明显过高 所以他才说 屏东我要买三房 我也要花个上千万 没错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全台湾现在 房贷负担率相对来看 比较低的 只剩下七龙了 所以26.2倍 26.2%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一个迹象 就是说全台湾的总价 基本上很有可能都会 往一千万以上来做买进 原因很简单 因为高总价地区 它的成交量正在急缩 我们现在看 不管是预售屋还是中古屋 都是如此 举个例子来说 你看台北市 在整个2023年 各县市住宅大楼的平均成交价 台北市是减少的 减少了5% 那为什么会减少5% 因为成交量太少了 它没有太大的样本数 作为借近指标 但它的总价 你也看得很清楚 在三千多万 都是三千万以上的 年轻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介入的可能性 但是你看像是新北市的部分 是一千六百七十五万 台中的部分是一千三百九十七万 我们过去提到 这个小资组 或者说年轻人 大概以双新家庭来看的话 一千两百万 大概是整个负担的上限 所以当一千两百万 是负担上限以后 这几个地区 你大概率就买不起了 而更何况 我们是把所有年份进行加总 所以你就算买得起 大概也是 这个屋龄比较庞大的 现在桃园还有点机会 对 那你说新竹 是完全没机会了 新竹市 新竹县都已经来到 总价一千六百万以上了 你说有什么样的办法 才会让市场上 仍然的买气能够持续 它就会往外围来推送 比如说苗栗均价970万 彰化870万 南投724万 云林嘉义 高总价往低总价的地区流 所以不要觉得说 这些地区未来就涨不动 事实上高总价的地区 由于已经涨高了 它已经没有太多的推送空间了 所以只好往外围地区 来做这些推演 简单来讲 就是说大家之所以会感觉到 明明就是比较远距离 或者说比较乡下的地区 为什么房价涨幅 还比市区涨幅 还要来得更为显著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市区你肯定买不起 我必须要去炒作那些 你买得起的地方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全台各地 都有开始总价往千万 做推进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买房子负担那么大的话 如果说大家存到了一桶金 或者是我存到可能两百万 或者是五百万 那我是不是要先拿去做投资 等到钱比较多的时候 我再去买房 还是说我是直接去买房 到底哪一个报酬率是比较高的 等于是先租后买 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是因为这几年通膨的确太快 因为租金价格 如果它保持稳定的话 可能还不会有这种感受 但就是因为租金价格涨太快了 以前有一个笑话 他讲说老公跟老婆 住在租房子 那老婆就跟老公抱怨 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 住贵一点的房子 那老公就说快了快了 老婆说真的吗 老公说真的快了 下个月下个月 下个月房东就要涨房租了 所以下个月 你就可以住贵一点的房子 正由于租金价格的上扬 才会逼得我们考虑 是否要先买房 那我们可以具体观察 如果是以买房跟存股 正常有很多的逻辑是认为 钱先省下来 拿去做存股 让股票市场的复利效果 如果能够超越房市的话 最终当中 我就可以在10年20年当中 有更闲鱼的资金 买更大间的房子 或者说至少我有闲鱼的资金 可以买家具了 事实上我们如果把年化报酬 来做比较 房地产年化报酬 如果是以台湾 信义房价指数来看的话 每年大概是5% 速度在增长 那股票的部分 我们就讲整个大盘 台北股市每年大概是8% 那股票赢 没错 所以如果你单纯从 明目上的报酬来看的话 股票它基本上是 跑赢房地产市场的 加上股票市场 它的交易成本相对比较低廉 你的手续费0.1425% 买房子都知道 你有2%和4%仲介费 所以基本上对于房市来看 第一 流动性不好 第二 手续费又抽得相当高 加上你购买房地产 通常是属于单一标的 但购买股票的部分 你可以借由一级来出 或基金来分散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 大多数人第一个想法就是 没错 我现在租房是对的 我就先租 我就先存股 等待未来10年 20年之后的复利效果 可是如果我们实质 来具体做一些观察 假设你200万的投机款 现在先不买房 你就投入在0050 追求大盘的成长率身上 如果以20年来做推善的话 最后的总金额报酬是932万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932万 从200万变成932万 几乎翻了4倍 在未来20年 这个时候我们会有 另外一个想象空间 那就是说如果 我现在的房屋总价 因为200万投机款 总价可能是1000万 1000万房市以每年5%的速度 在增长的话 过了20年以后 会涨到2653万 这2653万 我到时候也是用0.28 两成投机款 大概是530万左右 所以我如果是投资股票 有932万的现金 但是这个时候我投机款 我只要付530万 可以买到相同的房子 剩下我就多出了402万 可以拿来买家具 或者买更大的房子 所以从逻辑上来看 这是行得通的 但是很多人在计算 股票报酬 跟房市报酬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本身杠杆率不一样 基本上你并不是全款去买房子 但是通常你是全款去买股票 所以正常来讲 1000万的房价 照理来讲 你可能只花了200万 然后隔了一年 因为每年我怕成长 涨到了1050万 所以当中 你可能赚到了50万的价差 但是你投入幅度 只有200万的本金 因为先缴投机款 没错 所以有可能你的年化报酬 在短短一年内 可能翻到25% 所以他可能这个时候 就跑赢股票市场了 所以换句话说 买股跟买房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必须用你的实质 投入金额来换算 到你的投机款 比例是多少 是两成还是三成 第二件事情 是买股跟买房 房市的杠杆 其实敲得相当大 它几乎是以5倍杠杆来敲的 如果是以5倍杠杆 如果明年跌了5% 那你基本上 一亏就是亏25% 所以你不能把房市说 它比较稳定 或者怎样 你只能说 它是一个杠杆相对大的 投资产品 所以换句话说 我个人认为 我们在整个投资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自住的话 我通常会建议 那就是你有需求 因为你知道租房子 搬来搬去 它也是一个隐性成本 对自己来讲负担很大 自住的话 当然随时都可以买 所以自住的话 廷号会建议是 干脆就先买房 干脆先买 那如果你是以投资 作为主要方向的话 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投资比例 杠杆要抓好 你不能把所有资产 全部放在房地产身上 要不然杠杆会开得太大 你买了一间房 一定要有相对应的 股票资产 来达到资产上的充效 第二件事情 由于购买房地产 它并不像股票市场一样 可以进行各股风扇 它是单一标的 单一标的 就会有地段的问题 刚才我们跟投资朋友提到 过去投资客的理解和范围 都是一定要交通枢纽 现在问题是 交通枢纽那随随便便 单价都是40万 50万以上的 这么高 以后你要给谁接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但是我们又很清楚 市场上总有一批的刚性买盘 它真的一直在买 而且它是自助 这群人是谁 这群人就是未来赚的钱 而且能够买得起房的年轻人 那是谁 绝对不是服务业 一定是科技新贵 我们必须了解到 未来哪些地区有科学园区 哪些地区科技新贵的人口流入速度 持续加成 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投资的一些方向 简而言之 我们做投资一定要有一些资产规划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房地产价格可能回报率比较高 有时候只是杠杆的加成 既然这样的话 一定要有适当的股票资产进行冲销 在冲销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 由于购买的房市是属于单一标的 一定要注重你购买的地段 不要去选择 未来房价已经推高 但是并没有明显人口流入的地区 刚刚停号的我们看到 虽然台湾现在是高房价 而且北中南都是如此 但是接下来如果说要买房的话 刚刚停号也特别提到 是不是有这些可能科技园区 或者是当地有一些比较好的 就业机会的这个地方 地点非常的一个重要 不过我们就说到了 会带动当地房价 刚刚看到台南涨了这个90% 这个幅度 其实照例大家就说 是不是台积电到哪边去设厂 哪个地方的房价 好像就会被带动 包括现在日本的雄本 还有在台湾先前台南高雄 以及最新的嘉义 不过我们说到台积电 到哪边去设厂 这个接班梯队也很重要 他们也会做决策 现在台积电已经要迎来了 总裁魏哲家的时代 而且新的接班梯队也出炉了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看 其实台积电的部分 它涨的不止台积电的供应链 以前我们都认为 其实台积电会好 大概台积电供应链 可是现在连房价 也都开始出现大涨的走势 并且它是复制的 你可以看到从竹北 从台南 高雄 到现在嘉义只传出来 还没有真正确定要进去 房价都已经先涨了 我们先来看台积电的部分 他的接班是这样子 刘德英退休完之后 魏哲家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统帅三军大权的第二人 所以6月董事会改组之后 魏哲家就会开始接班 就是类似张忠谋的一个位置 张忠谋的部分 其实要跟大家报告 2018年6月张忠谋刚退休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台积电的股价 大概只有210几块 那一段时间 大概股价也整理了一大段 大概整整整理了一年之后 股价再开始出现大涨的一个走势 因为那时候大家会担心 张忠谋万一退休之后 台积电会不会比较纷乱 结果我们事后来看 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一次 魏哲家的一个统帅三军 我想 我想对大家对台积电的看法 当然还是正面的 另外一个梯队就是 有两位的资深副手 这两位是 对 没错 一个是敏玉姐 一个是秦永佩的部分 也正式的成统 所以阵容越来越庞大的状况之下 我想台积电当然股价是不错的 除了它的供应链之外 其实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 就是在房地产的部分 你看一下 其实日本的房地产 似乎也在复制台湾的 这一些台积电的 所谓的周边的房地产的部分 你看一下 台积电的雄本厂 它举行开幕典礼 雄本县的一个局阳丁的房价 传出来投资客 竟然愿意投资10倍的价格 来收购10倍的价格 10倍 当然这一块来讲的话 应该是在商业地区的部分 其实以商业地区的部分来讲 10倍的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看起来似乎比股价还来得赚 你假如找投资的话 其实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房产的一个庄家 何时商他认为 房价虽然涨了 可是它的涨幅还没有非常大 它最主要的是在住宅区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 因为工程师还没有大举的进住 所以他认为未来的房 利多的部分来讲 它会持续的推升房价的一个上涨 你以为涨10倍很多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另外在菊阳丁的旁边 大金丁的部分 这个也很扯 大金的商业的一个 不动产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是全日本当中涨幅最大 三成以上的涨幅 三成以上的一个涨幅 最主要当然就是因为大家认为台积电 它会带动人潮的一个进驻 其实你看 大家都去卡位 所以商业地的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先卡位 肯定是商业地的部分 当然比如说你有基础建设的 像机场 或者是车站周边附近的 这一些房地产的话 土地的部分 当然涨幅会到 然后之后我个人觉得 他慢慢的会导演到 除了商业不动产之外 当然其他的住宅的部分来讲 也会慢慢的带动上来 所以讲这一块 当然它是正面的 另外一块 就是刚刚传言的 在台西电的 他有可能1奈米或先进风中的部分 有可能在嘉义科学人区 才刚刚传出这样的消息 还没确定 万一不是的话那也很麻烦 传出来之后 结果你看一下 嘉义周边的一个房价 尤其在高铁特区的部分 他的平均的房价已经 看到三字头了 三字头了 其实刚刚庭浩所提到的 屏东的房地产也涨很多 其实我是屏东人 以前屏东市的房地产 基本上不太会涨 可是这两三年之后 真的不动场涨翻了 你知道吗 你像透天的部分 类似别墅型的 基本上来讲 只要在屏东市去 郊区也可以 没有在1000万以下的 随便都是1000万 所以小闲去买房 他一看到都吓到了 吓死 这个我是屏东人 其实我看到也吓死了 屏东这几年真的涨得非常多 因为屏东你看 屏东其实土地非常大 屏东其实很多都是外流人口 工作都到高雄市去 所以屏东基本上 从我出生到现在 很少再涨的 结果突然间这两三年 真的涨翻了 那是题外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营建股 居然这样营建股会不会被带到 我跟大家报告 当然现在ETF很多高股息的 很多不管是日本 或者台湾的ETF等等 这些大家都是在 所谓的一个定存概念股 其实这当中来讲 有一些的营建股 其实是不错的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当然营建股的部分 其实它也一样 它有一个循环期 比如说这个是产业的景气 跟股价的一个部分做搭配 它的产业它也是一样 有低 有高 有谷底期 有繁荣期 假如越接近完工的时候 那时候全台湾的景气桥是不错 那你就可以推估 卖房肯定不错 所以之后就会 这些的建案 就会开始慢慢的入列 那你也知道 营收入列完之后 当然就获利就出来了 等到重点来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繁农期 你繁农期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股价就要开始慢慢的减码 不能说你认为这个地方 本益比很低你知道吗 所以到高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应该要减码 对 没错 就是景气循环股的部分 你不能看本益比 因为股价往往在最低 本益比的时候 来到股价的一个高点 那之后当然进入了衰退期 跟蕭条期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怎么去判断 所谓的营建股的一个股价 能不能买 那当然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股价的评价的模式 错误的就是不能用本益比 去做评判 对 因为这个景气循环股 我想你假如在股市非常久了 你也知道景气循环基本上不是这样 比较正确的判断是 美股的禁止 再加上未来几年 美股获利的一个折限值 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相对假如股价目前是被低估 就是你现在的市价 低于这样的一个价值 那当然你可以做 所谓的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看几档股票 然后举例一档股票 不过赵立 为什么我们说台湾房价涨翻天 但是外资持有营建股的比例一直在下滑 对 没错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外资基本上来讲 不再买台湾的营建股 因为我觉得他比如说 假如他看 当然现在香港的房地产 是非常的不好 可是我的意思 假如香港房地产的时候 他去买香港的 或者是说 当美国的房地产是好的时候 其实他去做 因为台湾的营建股的市值 其实说真的都太大了 外资一买进来 全部都是他的部位 他要卖他也很麻烦 投信买看的是 投信我觉得高股息的概念居多 我来举例 他看的是他的殖利率 对 殖利率的部分 好 来 当然殖利率刚刚有提到 你要搭配他 今年的盈域的展望 我举例几檔股票 你比如说像永信件好了 永信件你看股价 涨成这样子 重点来了 我觉得像这种 稍微比较高估一点点 是因为去年APS 12.5 殖利率大概10.8 今年APS大概也12块 预估跟去年APS 其实差不多 可是股价它已经大涨 本益比大概快接近10倍 虽然殖利率有10.5% 没有错 可是这种已经标的股票来看的话 比较不适合这个地方 去做揭入 那华估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去年APS 12.95元 今天为什么会拉起来 因为他公布了去年APS 12.95元 大家会觉得本益比好低 所以赶快就冲进去了 你知道吗 那会觉得殖利率好像也会不错 当然我不是说他不会涨 而是说 其实他的禁止75点 预估今年APS 5块钱 去年是12.95块13 今年预估1.95块钱 那你再加进去大概8 带量往上涨 对 没错 加上去大概是80块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股价 有可能还会震荡走高 可是它的空间相对上来讲 不会是太大 当然它会优于所谓永信件 可是你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贯德的部分 它就涨得比较不一样 去年APS大概估3.5 今年APS来讲是6块钱 第一个它是成长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看它去年第三季的禁止35.1 加今年的6块 至少这样子就已经41块 目前的股价说真的 还没到41块 第二个来讲 你看一下 投信的部分 其实它是买在这边 投信基本上来讲 它是套牢的你知道吗 它买在高点 所以你现在买的成分比它低 所以我觉得相对上来讲 它也是属于价值型 有价值的成长 国产的部分也是一样 投信来讲也有在买 我觉得去年估1PS 大概2.8 今年3.4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不过我们说到 这个银建股 也要特别来看到 房价的部分 其实会被 接下来的公共建设 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以今年来讲 整体的公共建设的预算 将近有7800亿 这是创下历年的新高 而且我们要请教 这个幸福哥 以工建经费创高 这个情况来看 目前邮电的占比 是最多的 是 没错 其实景气一定是有高有低 有好有坏 特别是像科技业 就跟全球的消费型电子的市场 是密不可分 不过有另外一个区块 其实是在外面大环境 越不景气的时候 政府的支出会适时的出来 成为救火队 因为政府的公共支出来讲的话 会适时的填补 所谓外在大环境 比较不佳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从目前整个房价的 一个上涨来看的话 其实就有顺着这样的优势 包括像刚刚前面挺好提到的 大家都会沿着所谓的捷运 高铁 去想说交通方便 去买房子 我记得若干年前 我去我们嘉义有分公司 在券商去出差 我都觉得说 旁边怎么会有一排房子 盖在嘉义高铁站旁边 我一直纳闷说 这个真的会有人买吗 若干年前 可能大概五六年前 可是现在你看 台积电说 要去嘉义设财 这个我看那个翻了 好几番可以期待 因为如果说 大家到嘉义去上班 然后如果周末要搭高铁 比如说回台北什么 那住在高铁附近 可能最方便 所以可能这个价格 会马上涨上来 那当然以今年的 整个经费来看的话 我想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房价再涨上来 南港车站的推案等等之类的 竹北等等 这个都涨上来 那当然除了说 这个房价涨之外 其实现在政府也 有观察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年轻人 买不起房子 所以现在也是积极的 在推所谓的社宅 那当然其实中间率 还是蛮低的 现在也是普遍的 在积极的这个增建一些 所谓的青年住宅 或者说是公宅 社宅等等这些 那当然其实总体的经费来看 已经出来 113年 就今年 总计的金额 将近7800亿 对 将近7800亿 那这里面大概 以油电的部分 它有分 油电部分占了35% 然后轨道建设 其实比如说像台北 我们现在大概捷运的主干线 都已经盖的差不多了 现在主要是盖所谓的环状线 就比如说 假设我要从中和到三重 我以后就不用说还要再进台北车站一趟 然后再绕一大圈 直接从环状线这样 切过来会比较快 这个也是所谓的轨道建设 那当然国发会是希望 这个预算的达成率有95%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就是说其实油电里面 其实这个电应该占一个蛮大的比重 我们这边有台电 它的一个固定资产的投资 到2024年就今年 它预计要花2533亿 2533亿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绿电当道 那根据一个最新的研究 现在台湾每用两度电 其中有一度电就是绿电 那绿电呢 它其实来源就非常广泛 可能有太阳能板 风机等等之类 所以跟以前火力或核能发电的那种 整个电网的配送 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中间有很多升压降压的过程 所以对于整个所谓的这个电力设备的需求 就会非常大 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台电真的已经亏了 那个窟窿很大了 因为这两年 包括从这个疫情之后 还有包括像这个乌尔战争之后 全球的一些商品 能源的价格涨幅非常大 所以台电呢 它用现在的价格去卖电 售电 不管是企业或民众的话 其实它是亏钱的 而且是这个洞 都是要我们纳税人来去做填补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这一次三月即将要召开 所谓的电价审议会 那预计应该是要调涨 只是到底调多少 这个当然大概结果出来才会知道 不过调涨是一定要调的 所以这边呢 十年台电的电王改善计划 高达5645亿 那甚至还有水资源 比如说像是这个 国家气候变迁计划 四年要花四千多亿 因为大家不要看 这个台湾常常 所谓夏天的时候 有台风来会淹水 其实台湾很缺水 因为你那个水 如果没有保留下来的话 稀里哗啦 就可能流到太平洋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会发生缺水的危机 所以弓箭经费 创17年的新高 所以刚刚提到 像是重电 水资源 公共工程 这些族群都可以来做布置 对 当然有一些 最近已经开始发动了 比如说像重电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台湾的整个 所谓电力系统的一个升级 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的话 大家去想想看 夏天到了 如果你晚上不开冷气 真的睡不着 而且台积电 这个先进制程 其实是非常耗电的 非常耗电的 所以你要把台积电 这个跟流台湾的话 你一定要把水跟电搞好 那水资源的部分 最近也蛮强的 像国统 也是今天还创的 挂牌来的历史新高 那还有公共工程 那公共工程里面 就有包括比如说 像这个黄昌 最近也是很强 他主要是做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环状线 捷运的环状线 那新建这个有在盖 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公宅社宅的部分 那清刚这个是属于 这个一些所谓的 公共建设里面的 清刚架或是隔音板 大概是由这几个分类 那我们尽量找他的 源源营收 成长动能是比较大的公司 那这边我简单盖数几档 一个是中芯店 这个其实津贴是涨停板的 他在345kv的这个GIS标案 几乎是市场独大 几乎是百分之百了 因为这个东西还通过认证 目前国产的厂商里面 只有他 所以你可以发现 从2019年到2023年 这个超高压的 345kv的这个部分 几乎都是他百分之百 股猛独七 股猛独七 所以台电只要有这个 标案出来几乎都是他全拿 所以你看他股价 其实从去年开始 很多重电股已经标翻天了 华城价已经涨到500块以上了 那去年中芯店是因为 去年第二季认了一个 云报假车的赔偿款 所以他去年的这个 这个EPS是比较不如意气 不过这个案子 现在毕竟是一次性的 利空过了 那今年开始就要反映他 陆陆续续接到这个政府 还有台电订单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短线上 他连续涨了几天 来到170 那我们是建议说 稍微显得它震荡一下 有拉回 比如说沿着五日线 十日线操作 这是一个 那另外还有一档 是可能稍微 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是这个叫8930 叫青钢 那这家公司 虽然他的这个东西 他的公司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可是他做的东西 或许都常出现在 你我的身边 比如说 这边捷运站里面 有台北 台北捷运里面 中校新生站 它上面的那个西音板 就是这个青钢做的 或者说像台北捷运的北投站 因为他已经上来了 他从地面上上来了 所以他旁边会加那个隔音板 不要说列车运行的过程里面 去影响到旁边的那个住宅 这个旁边隔音板也有 甚至高铁站 这个大家也常坐高铁 左营站旁边那个隔音板 也是他们家的 甚至他很厉害 出国比赛 有新加坡 对 新加坡的捷运站 也是用他的隔音板 那今年 他还有一个大案子 就是我们现在在盖 那个桃园的第三航下 那这个部分 也是用他的这个 可能是隔板 或者说相关的隔音板 所以股价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 最近也是在高档区震荡 那其实单季都有 EPS一块的实力 好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房价 当然台湾的房价 是节节在攀高 不过相比之下 中国现在房地产的一个危机 似乎还没有解除 日前官方有通报 在中国有七十个大中城市 他们住宅的这个均价 其实是大幅在下跌的 所以也认为说 这个吴老师 二零二十四房价 不可能触底 而且现在香港上市公司 也向高等法院提出 要对碧桂圆清算 所以碧桂圆接下来会补上恒大后城 对 现在是 算是对恒大 碧桂圆 这些第一级的 那个房地产开发商 直接开始进入这个清算 破产清算 他本来只是有违约的压力 现在到了清算 那么这个可以把它解释为 债务压力的一个宣泄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整个债务压力来讲 现在可能开始慢慢的那个泄压 减轻压力 那么这里面呢 反映出来的那个债务 其实还不止房地产 后面还有地方债务 这个地方的债务 房地产的债务 后面还有国营企业的债务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债务要处理 现在可能开始不再硬撑了 开始逐渐的宣泄压力 那现在这个中国经济面临十年来最大压力 现在奇怪 就是政府照理说 应该做一些旧经济的那个事情 可是现在发现一些政策弹要用完了 效果不大 而且也不会再出现火箭筒式的刺激方案 意思就是说 找不到合适的切入 切入点 以前是搞基础建设投资 可是现在发现基础建设投资饱和了 过度建设了 然后固定投资 国营企业的固定设备投资 像钢铁业 石化业 那个也产能过剩 然后外来投资再测 现在黄地产投资 当然是已经过度了 所以现在看来看去 四大投资领域都不行 外来直接投资 基础建设投资 固定投资 再向黄地产投资 通通饱和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政府刺激的话 找不到有效的刺激方案出来 这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然后后面的那个债务危机还很庞大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这个可能开始考虑到社会稳定 维稳跟国家安全 这样的考虑 就是国家安全的优先次序 可能高于经济利益 以前会追求经济利益 现在可能要追求这个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有几个空间 第一个是领导人个人安全 习近平可能要担心党内军方 可能对他有不测 不利的那个举动 第二个的话 政党安全 就保党保政权 政治安全 第三个经济安全 他要降低对外依赖 不要被别人卡脖子 包括技术的依赖 市场的依赖 金融的依赖 这些他都要预防风险 然后最后就是信息安全 所以现在开始考虑到说 这个是保密法 保密法里面 他这个加强的是政府机关 跟党政单位 你注意看这个 政府机关跟党政单位 什么意思 比如说前阵子不是有传言说 火箭军把一些机密资料 泄露出去 然后美国拿这个来 给习近平白脸色 就是这个 所以保密法就是要约束自己 所以这是中国人大常委 他们最新通过的 保守国家秘密法 这是最新的 针对的是内部自己机构 那间谍法 缓间谍法是针对外国来的 所以可能是间谍 但是这个的话 你可能会走漏 那个国家秘密 所以你要体会出来 他的海力就是追逐安全 就是说你如果知道一些事情的话 你不要随便泄漏 泄漏出去的话 可能会有法律 那这会影响到外资企业 他们在中国经营的风险 会越来越高 比如说他泄漏给谁 当然是泄漏给外面 所以你如果外资企业的话 跟国内单位的话 表面上针对国内单位 但是两个在间接警告 你们不要想办法这个 这个挖内部机密资料 就是这个是信息安全 所以这些下来的话 我们整个综合观察 中国经济走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 那个时期 叫以阶级斗争为刚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那个强调阶级斗争 这个农民跟地主 那个劳工跟资本家 那穷人跟富人之间 这种阶级矛盾 后来邓小平发现 那这样不行 所以开始改革开放 经济建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再讲阶级斗争 那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的话 现在已经强调国家安全 因为什么 老师刚刚提到国家安全最重要 因为国家安全 让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 中国出现大国崛起 以及那个自信的那个高涨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跟大国之间开始有摩擦 然后开始要重视国家安全 那么这样的情况 整个来看就是从房地产 那个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的背后是银行 因为那个都是抵押品 都是银行危机 不良资产危机 银行危机后面是金融系统性风险 为了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话 现在都强调的都是维稳 都是安全 原因在这里 所以他整个看起来的话 那个如果国 就是国家安全 优先于经济利益 最后的底线 万一经济还是不好的话 最后的可能方向 就是为了要保证权 可能会像北韩那样 因为北韩经济不好 北韩经济不好 政权还在 所以他现在万一不行的话 可能就会把北韩模式引进来 叫做中国会朝鲜化 或者有人开玩笑说 叫西朝鲜 中国变成西朝鲜 就是说你看北韩经济真的不好 可是北韩政权没垮 政权很稳 对 所以到最后的话 保党保政权 追求国家安全 变成指导思想 好我们先休息 想要稍后来看到 其实在去年整体百货的业绩表现 可以说是相当的亮眼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凸显的是不是台湾的贫富差距 也越来越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感谢观看